大家好,是理事报复研究局,我是老素粉张公公 4月30,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跟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汇报自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复首得病,普京谈起作为全球最早对新冠肺炎做出反应的国家之一 从1月起,俄罗斯就开始针对疫情采取了各类的严格措施 在全球疫情如何如何的发展中 俄罗斯却保持了长时间的安全与稳定 直至3月末,俄罗斯举国确诊病例数也不过500 但仅仅一个月后,4月俄罗斯的疫情局势急转之下 单日确诊过万,增速全球第二 甚至原定于5月9日的胜利日哄场阅兵都被迫取消 在汹汹的疫情之下,上天入地酗酒奏雄 白地圣剑长扮的俄罗斯也没了往日的疫情 一向以强人形象出现的普京 也罕见地在观众面前叹了口气 这位曾经豪言,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历满黄澜,赴大鲨于江青 打寡头分石油抽土鸡屁股跟美国battle普京大帝 一度给人立下了那个伟大的俄罗斯又要再度回归的影响 然而20年过去,俄罗斯依旧没能脱离困窘的惊状 每次短暂的复苏大多源于国际石油市场利好 想争外快,要看三哥那儿有没有军火缺少 那个曾经让整个星球的为之颤抖的国家 如今却只能凭着军火工业与油气资源掉了最后一口气 苦力挣扎一面自己真的沦为一个生产资源的二流角色 只是如今的俄罗斯似乎比曾经的苏联更加垂垂脑溢 腐败依旧横行,资本持续外逃 那些被铁丸击倒的寡头尸体上,新的寡头不断的增值 附在他们的身上大口的瞬息着新鲜的血液 年轻人们把他的衰落看作常态 而那位是彼得大帝为偶像 从不掩饰自己薄薄野心的普京大帝 似乎离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 20年已过,俄罗斯还能再次伟大吗 2000年,普大利上线执政 虽然接受的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但官僚体系只要运作起来 毕竟不是几个金融寡头就可以低档的 平时他在强力部门和中央职能部门的威望 普京把当时的七大寡头端了六个 剩下一位弗里德曼则是被赵安成为了俄政府 直属企业委员会成员 亲自驾驶战机鼓舞前线 闪电手段端掉刮头 对外强硬重振大国穷风 这样沙皇式的铁腕总统 迅速获得了俄罗斯民众的好感 凭这世纪出的巨大威望 普京一口气推行了基金稳定方案 战略性企业 收归国有等一系列措施 俄罗斯经济在他的治下快速回升 连续八年保持增长 外贸出口额大幅提升 2006年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达到了2430亿美元 蓝星排面第四 曾经被修客疗法秀的一文不值的卢布 升值了7.6% 俄罗斯的国际信用评级也稳不提升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值 一度与微软不相上下 整个俄罗斯都重拾起了信心 国内还一同鼓吹普达地的成就 被他著书力转成为了潮流 然而俄罗斯的新繁荣过于倚仗他们的石油经济 一场金融危机迅速将俄罗斯打得圆形毕露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国际油价暴跌 俄罗斯当年12月经济增长率同比萎缩1.1% 这是俄罗斯经济近6年的高速增长以来 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随着12年美国的油业炎革命扑展开来 拥有雄厚资本实力的美国 更是在石油市场发起了飓风般的攻势 过于依赖原料产品的俄罗斯 却抵不住资本的侵袭 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拿不下的莫斯科 美元却可以轻易入侵 直到2018年 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 扔椅 碳氢化俄物等原料商品为主 它在俄罗斯出口总值中的比重 甚至达到63.8% 其余的大宗商品也都是以化工产品 木材 还有纸浆为主 这种行业现状显然弊端多多 普京为了摆脱这种现状 从执政以来就为这事儿愁了 没怎么掌握头发 俄罗斯虽然工业基础雄厚 但结构和课本里的苏联是如出一辙 中国业发达 机械 冶金 石油 天然气 都是传统产业 航天宇和工业甚至天顶新水平 然而新工业发展依旧缓慢 林永工业数十年果足不前 甚至曾经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工业 也逐渐落后 80年代 一度支霸社会主义阵营市场的福尔加汽车 到了新世纪还是那种鸟样子 普桑看着都比它有现代感 08年的时候还被雷诺收购了25%的部分 甚至一度沦落到要总统亲自出面 去鼓励支持这个曾经的民族品牌 然而就是俄罗斯传统优势的机械工业 也在科技爆炸的时代前逐渐落伍 看俄罗斯的主要进口商品 除了食品和农业原料产品 仿制服装类商品等 居然还包括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 化工品 金属机器制品 从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上看 很难感觉到俄罗斯真正的加入到了全球分工体系当中 传统产业的产品都要靠进口 何与航天这种优势产业 既不好扩张规模也难以提供贸易商品 所以就只能卖资源 买工业品度日 还不如大清的进取新墙 也因为俄罗斯不具备完善的工业配套 许多产业需要跨国合作 大量的曾经优势的产业被外国资本渗透 逐渐丧失技术优势 直到2012年 俄罗斯才加入世贸组织 成为了全球最后一个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经济体 但毕竟还是有点晚了 除了在传统优势产业上 继续牢牢地把持着老牌强国 南边还有个号称基建狂墨 大小通斥的现代工业门类完全体 2018年 俄罗斯对外贸易额达到6,875亿美元 较前年增长17.5% 看起来是非常亮眼的数据 然而同年南边那位贸易进出口 总额为4.62万亿美元 而且在这个体量下增长率还能达到12.6% 属实是不给曾经的老大哥留面子 再就是俄罗斯不可抑制的资本外逃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 资本也一样青睐是经济积累发展的地区 能够拥有资本输出实力的 往往也是早已完成积累的资本大国 比如英美 然而俄罗斯的情况非常吊诡 国内民生凋敝 但是资本却在持续输出 俄罗斯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外逃 90年代游慎 寡头们对资源进行着 劫责而渝式的破坏性开采 低价出售 并将获取的资源用于投资海外资产 真就把国家当阳王猫猴 拿多少算多少 为了遏制资本的外流 解决财政上的危机 俄政府甚至在05年 颁布了税收贺免令 宣布从2006年1月到7月之间 什么人就算是拍花子 毒贩 军火商 只要能够缴纳13%的个人所得税 2005年之前的收入 全部算合法收入 而这种花钱就能让非法收入合法的模式 极大损伤了司法秩序 也严重的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规则 对俄罗斯的经济秩序 荼毒至今 致使俄罗斯腐败率居高不下 当年在铁腕总统手里倒下的寡头们 又在新的腐败下再次站了起来 并把俄罗斯和土耳其 希腊塞普罗斯称为世界四大洗钱中心 当然这是美国说的 其实美利坚才是洗钱规模最大的国家 而愈发紊乱的经济秩序 也致使资本面对俄罗斯的市场更加谨慎 腐败的政府也难以得到民众信赖 这也促使了俄罗斯个人主义思潮泛滥 人们集体责任感愈发缺失 这也是新冠疫情下 俄罗斯上紧下松 政府重视 民众却忽视的主要原因 还有联邦制度带来的上下政策难以贯彻 拥有自由财量权的州政府与共和国 对中央政令的执行早已不负苏联时代的高效 曾经被布尔什维克指导圣经驾驭的东正教牧手们 也不再把俄罗斯政府的政令当回事 甚至在疫情顺月期间开放教堂 积极传教 跟韩国新天地角异曲同工 曾经那个僵化腐朽的苏联体制垮了 俄罗斯显然没能再撑起当年的体面 经济的愈发困窘 甚至让人口也开始大量流失 而人口规模的萎缩 又愈发制约着俄罗斯的经济增长 在新冠疫情的封锁令前 人民最担心的竟然不是病毒的侵袭 而是失业后没有经济来源该怎么办 依靠着油气强冲脸面的政府 在全球油价暴跌的情况下 对它的人民恐怕也有心无力 至于那些靠着俄罗斯吃的脑满肠肥的寡头们 恐怕就更不会体恤他们了 白匪和资本家又一次骑在了俄罗斯人民的脖子上 最令人难过的是 年轻人们对这种情况却愈发的习以为常 也许偶尔他们会想起俄罗斯旧人的辉煌 比如那群在苏联国歌响起后 57比3战胜德国的橄榄球小子们 比如2015年的魏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上 在解放军旗唱卡丘沙时 路旁难掩落梦的俄罗斯老人们 只是在列宁格勒燃起过的火焰 已经熄灭在圣彼得堡的城墙之下 成为了时代的灰景 是的 苏联最终失败了 但俄罗斯没有再次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